我觉得这欺骗社会嘛 这是一个不只是恶心 这是骗局 新冠上任三拔火 林佳龙就任台中市长第二天 视察争议性很大的BRT行控中心 痛批根本市场骗局 我们社会都以为说 我们的BRT有一个行控中心在整合 电力的申请都没有完成 我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事 标骂八分钟 林佳龙马上指示成立BRT特别调查小组 要调查BRT为何到现在还没整合好 不过民众更关心的是 BRT未来到底何去何从 通版检讨一下 假如说需要盖就要盖 强调拼出百日有感的林佳龙 今天视察BRT行控中心 一开始就说要和驾驶对话 结果才发现竟然没办法 你有没有帮我服务一下 让我可以通话一下 没有这个机制 没有这个机制 根据新市府调查BRT蓝线上路 一直到现在竟然都还没有完成 车展及机电的验收 外界关注BRT会不会续开的问题 林佳龙表示要等特别小组调查出来 找出问题所在才能做后续的处理 GTV新闻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